这是何意啊 郎将军 快快起来说话 陛下 老臣征战杀伐数十载 如今年事已高 是时候谢家归田 将众人交于下一辈了 这 郎将军 你为国建功立业 是我大盐国的基石 这兵权不能说交就交啊 要交 也得等挑选出 合适的人选以后 再说也不迟嘛 朗丽啊 你快递朕 劝劝你父亲 父皇 该说的我早已说尽 我作为女儿 也只能尊重了 陛下 陛下 陛下身边人才济济 肯定会有合适的人选 这接替颜国大将军之事 并非儿戏啊 那你们说 朕该选谁来接替合适呢 陛下 你身为皇子 这护福就交由你来收下 如何 父皇 大将军乃国之重器 开疆拓土保家戍边 这等重要的责任 恐怕 儿臣难以胜任 勋儿 你也是随大将军立下过 赫赫战功之人 有何不可 父皇 儿臣生性愚钝并非率彩 跟着冷将军 辅佐尚可 难以独挡一面 还请父皇再做考量 你身为皇子 却连一点责任 都不愿意担当 你让朕颇为失望 父皇 儿臣也是为了颜国着想 你们说 这也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冷将军 这兵权连给都给不出去了 爸 爸 既然这样 较兵权的一事 还容真想一想再说吧 你们都先下去吧 谢谢陛下 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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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